好,怎么弹幕又掉了 对啊,怎么回事 我刚刚问的那问题,杨毕没回答我呢 什么什么? 大家都很关心,干嘛逃避 我没逃避啊,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要逃避呢? 就是让杨毕一说说她拍档的三个缺点 哦,你是什么?哦,对 她刚说她什么拍档的 是段雨璇啊?哦,对 你怎么转眼就忘了 你拍档,三个缺点啊 对,直说了吧,段雨璇的三个缺点 太能吃 还好吧 还好吧 那只能说是贪吃 太贪吃 嗯 太幼稚 是不是玩不起? 咋玩不起啦,真的很幼稚 还有呢? 还有太狮子座 展开说说 你得说出来 破坏大王我认同 破坏大王还好啦 大嗓门? 没有 或短啊 没有,没有,没有,没有 太狮子座了,狮子座就是有一点点要面子 嗯,虽然我也是狮子座 这也是我的毛病 我骂我自己 我觉得要面子 你也是 大人都会要面子 你也狮子座啊? 我不是 但是我要面子 那琪琪说一说自己拍档的三个缺点吧 谁啊,王毅吗 宋欣啊,快 你才狮子座 我处女座好吧,谢谢 你 他送信仰的三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 说话声音有点太小了 确实 学友哥哥 有时候我都听不清 然后,第二个缺点就是 人家那叫 淳于风 为什么说话小声就是淳于风 是吗? 人家就是那种感觉 不是吧? 那就太淳于了,行吧 缺点 第一个缺点 淳于风 然后 他说是淳于 淳于 我已经有点跟不上五折了 有了一幕 对 轻声细语 然后 第二个缺点就是 回消息有点慢 展开说说 没有啊,就是大家会沟通工作 你也快不到哪去 确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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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也是我的缺点 一般我跟他聊微信 就是三个小时一回 你们两个中间有时差 对 每个人回另外一个人都要隔个近 对 然后我上一条消息 他是过了两天回我的 然后他回我之后 看我也忘回了 然后我今天才回 反正就是两天两天相隔 我觉得你们还是不要发消息 敲门比较快 那还好 心里还是有个他 两天后还记得回 确实 还是挺厉害的 对,蛮不错的 对 然后 想不出来了 还有一个 想死也得给我想出来 想 想死行吗 然后 还有一个 太聪明 嗯 嗯 这我真想不出来了 还需要多多 呃 了解熟悉 现在还没有发现缺点 太完美了 是你不熟吧 啊 不是 就是说 目前就是没有发现缺点 对 嗯 唉 最佳拍到蛮不错的 万一是他人本来就还不错呢 因为我是个很善于发现缺点的人 哈哈哈 我善于缺点捕捉小能手 好 对 OK 来吧 我们下一首歌还是你还有什么想要问的 还有什么想要科普的 你还有什么想要 好奇的 对 我 没有什么想要好奇的 我就是 就是写 就是有一点孤单 就是现在就是 孤家寡人 那四个字就印在我的 就是一束条 嗯 没事 你有江山 你刚刚刚唱了 别说了 你刚刚刚唱了歌 我突然发现江山他 嗯 我看一眼他有没有回我 然后发现还没回江山也不爱回微信 哦不对 不爱回口袋房间 找默默 让你找默默 还没回啊 来吧 下一首歌吧大家 看来还没回 我们山宝怎么回事 我的天啊 不要 好 谢谢 感谢观看